回到台灣疫情來看 我們今天指揮中心 非常開宗民意的講 台灣的疫情還沒有到最高峰 因為今天本土確診 雖然增加了2386例 這是創下歷史新高 可是指揮官陳時中就講到 4月底就是這個月底 有可能看到的就是單日破萬 所以現在雙北地區確診人數 也是在激增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宣布說 未來已經不再公布 確診的足跡也不發送細胞簡訊了 而在新北單日是新增了 822人染疫 市長侯友宜他也評估說 海嘯還沒有來 接下來很可能會破千 不過現在4、5月 眼看著很多的活動 包含了螢火蟲還有銅花劑 這些還會照辦嗎 新北就強調說 如果是沒有辦法做好 防疫該停就要停 大家都說還沒有看到 最大的海嘯 我們822名 預估明天有可能會破千例 新北20號確診數達822人 全國最多光是19號一天 就篩檢3892人 找到81人染疫 呼籲中央針對鞠隔系統 會照辦嗎 如果防疫不能做好 該停就停 確診案例實在太多了 所以新年期4月20號開始 台北市不再公布足跡了 因為這個公布也沒有用 北市則是放棄公布足跡 簡化疫調程序 過去會回溯發病日前四天 現在也調整為兩天 匡列對象也放寬了 針對同住家人 或是職場相鄰座位9公格 還有銅桌用餐等等 列為直接匡列者 但不再公布足跡 或是發送細胞簡訊 現在國家需要你們的 拜託大家 除了醫護人員以外 我們現在還很破缺需要一種人 就是那個房屋傾銷人員 持續招募醫護跟房屋人員 前者每半8小時提供5000元 後者則是一天補償津貼1500元 你給我多少快再去 我就做多少事 你要是夠的話 雙北市長都評估 現在還不是疫情最高峰 重新調配醫護人力全力北斬 東森新聞 蔡秉如張新聞 SNG小組在台北新北 採訪報導 好 您看這本土確診的數量 是一直在飆升當中 這也意味說 其實遭到匡列 居家隔離的人數也在激增 因為就有統計說 其實如果一個人確診 他需要匡列大約是8名的接觸者 現在就有說行政的人力 其實還滿難負荷的 而且很多人擔心的是這對經濟恐怕會有影響 很多行業他們就喊出說 現在應該要縮短這些居隔的天數 因為好多企業說他們都在忙著人力調度 因為有員工如果被匡列隔離的話 就要趕快有人來補這個缺 所以就希望說這個匡列居家隔離的天數 可以縮短到7天之內 而且近期很多民眾都預期心理覺得說要減少出門 因為怕被匡列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擔心如果消費力道下滑的話 對於經濟恐怕也有影響 百貨商場人流比起以往平日來得少 疫情再起重擊全台市場經濟面 匡列的居家隔離人數持續上衝 也因此影響到整個市場上出門消費的人流 這兩個貴位已經持續閒置了半年左右 就擔心這個疫情持續的再下去 恐怕這貴位要開張難 確診者上衝 隔離足跡一天多過一天 消費者預期心理認為少出門風險變少 想要降低受匡列機率 疫情它是擴大的狀態 進來用餐的客人相對會覺得風險就會越高 實體門市的業績一定會比較不好 去年三級警戒餐飲業活過的生技谷底 現在各行各業又受到危機已經醞釀中 多多少少一定會有影響 很努力在做調整 我們現在業績就有差 可能說匡列天數要減少你的看法是 其實我覺得說還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步驟再走吧 如果說減少的話 大家心裡還是會怕怕的 服務業每天少不了客人和廠商 部分業者希望匡列隔離天數能從十天降到一週內 希望說政府可以就是把這個匡列的時間縮短成一個星期 那是因為大環境的關係 這不會只是因為匡列的問題 數百名的員工當中如果其中人受到匡列 這影響可是千一把而動全身 我們就來擠一擠他們的調度開會情形 做的是他居隔嘛 企業對於人力調度商討對策 關鍵點在於勞基法 有些職務的內容是他不了解的 這樣代理的話我就會有問題 一個十天員工有可能到兩百個都會影響 員工戴著口罩的半張臉還可以看得到愁容 企業部門緩緩相扣 工作人員收到匡列整體運作大卡關 那我可以連上六天我把架排開 你在人力調度上面就會是比較刺激的狀態 最慘就可能會空櫃或是要再額外去找人 疫情打亂了市場經濟亂了所有生活節奏 東森新聞王俊傑 蔡林漢 陳志輝台中採訪報導 而現在疫情也讓很多民眾還沒有打疫苗的 意願也增加了 台北市疫苗的預約平台重啟 預約就很熱絡 如果預估下週會開始施打 可以提供超過十萬個這接種的機會 可是昨天第一天啟動平台卻出包了 這是包括大同區 文山區 都有好多的診所是沒有辦法預約的 所以就有民眾好心急 疫苗打氣隨著疫情升溫 台北市十九二十號兩天重啟疫苗預約系統 首日開放前十五分鐘就有入 一萬零六百二十七人搶著約 總共四萬一千六百七十三人在第一天完成登記 但系統卻在此時出包 明明大同區有九家診所配合接種 卻只有一家診所可以挑選 昨天我們整天的電話少說 也接了一百通以上 就是說民眾一直打電話來一直打電話來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能夠預約 希望我們幫他登記有殘記 假如說未來有勝的時候可以幫他 另外的話直接跨河到新北 因為我們這邊大同區 緊鄰三重市 他們直接跨河過去 到對面的地方去打 這種都很多 診所電話接不完 不少老人家很心急只好先預約跨區接種 但不只大同 文山區也發生同樣情況 造成其他區域 像是大安區預約火速而滿 目前台北市疫苗接種 要求診所分成AB兩組 A組星期一二三接種 B組星期四五六 但不少診所都反映 應該開放各診所自行決定 同時選擇AB兩組 每天都能夠為民眾施打 才可以盡快提升疫苗覆蓋率 診所永遠都是A組的話 你可能四五六永遠打不到 那你可能禮拜五才有時間打 禮拜六或禮拜天好好休息 碰到這樣子的病患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來講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台北市政府 真的能夠取消AB組 加上未來 沒打滿三劑疫苗的禁令 恐怕會遍地開花 生活限制將越來越多 不少診所都希望 疫苗接種的限制 可以盡快鬆綁 東森新聞記者 楊平黃淵淵采訪報導 好 很多民眾想要問說 如果現在還沒有買防疫保單 還有能選嗎 佩玉 好的確 今天這台灣的本土 確診個案又沖上2000多例 是創下新高 尤其這之前指揮中心 也曾經講過 以國外的案例來看 台灣預估可能會有 15%到16%的人 很有可能會染疫 所以現在大家在問 到底還有哪一些防疫保單 可以買呢 其實這資深的保險員就說 現在很多的保險公司 真的是繃緊神經非常緊張 因為怕接下來準備要賠本虧錢了 尤其甚至還說重話 準備要辦減資的人都有 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舉個例子算給你聽 以現在某間的保險公司來說 他們的淨資產 大概是110億元左右 而這一次一口氣賣出了 90萬張的防疫保單 用最誇張的情況來算 這總保額是高達900億元 當然不可能賠到900億這麼誇張 這個是因為隔離確診 通通賠的情況之下 可是我們如果拿他的資產 110億來說 等於說其實這間公司 只有辦法負擔理賠22萬件 賠超過22萬件 就是開始虧本 甚至是破產倒閉 但是剛剛也提到了 現在已經收了90萬張保單 再加上指揮中心預估 大概有1成5到1成6的人會染疫 等於說這次可能也要賠高達14.4萬件 雖然沒有破22萬件 但是也已經超過可負擔範圍的一半以上 等於說雖然沒倒閉 可是現在可能也只剩下半條命而已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保險公司 要開始拉高這投保門檻 雖然現在市面上能選的保單沒剩幾張 可是就是有很多民眾想說 乾脆多保幾張 要是真的有個不幸萬一 至少還能多拿一點理賠金額 但是像是明台產線 他現在就說了 如果你投保的張數超過3張以上 我們會聚保 而另外就算你好不容易保到了 但是你只要在這一年之內 有說被確診或者是隔離 拿到理賠金的話 也不會再重複出險 而除了拉高這個投保門檻之外 有些業者則是跑得很快 像是金管會說 這一週已經看到有26張的防疫保單下架 那麼在台灣的確診數 可能還會再有一波高峰的情況下 到底現在我們還買得到說 隔離就理賠的防疫保單嗎 一張又一張藥保書 血壓血本土疫情升溫 保險業務員也忙翻天 光是這幾天防疫保單的數量 跟以前比就增加5倍 很多人一次買都是5、6張 其實有些產線公司就有張數限制 填寫當中他可能會詢問說 你是購買一到兩間了 還是說你購買兩間以上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據實告知 保險公司還是會防範像是道德風險的部分 怕有人可能已經染疫或被即將匡列了 他就大量去買這個保單 以明台產線來說 包含自己家的防疫保單在內只能有三張 不過像這樣有限制的業者算是少數 其他業者都沒有規定不能重複投保 也讓很多產線業者很頭痛 生怕民眾四處投保只為了領保險金 不排除未來要設立防疫保單的張數門檻 5、6張有吧 買多點到就是對我們來說 對他會者來說是一種保障 那如果真的疫情變得很嚴峻的話 那其實是保險公司必須承擔這樣子的風險 有些可能覺得我被匡列或確診會影響到我工作 所以他多買他就是為了他的經濟收益 保險公司可能真的陪怕了 截至4月11號防疫保單理賠件數 多達12,614件 短短兩個月卻暴增6倍 理賠金額達到6億1,792萬元 也增加了3倍 過去一隔離 就理賠的保單也全數停賣 就是有聽說好像怕賠不起吧 因為確診人數太多 我都沒辦法上班然後才需要保險 保險公司推新保單價格也更便宜 像是有新的防疫保單 保費300元有找 不過住院金一天從3000元變成2000元 一次性的關懷金也從1.5萬元變成1萬元 疫情還沒退燒 保險公司還會考量可以承受的風險 為那範圍也不排除未來保費會更便宜 保障則越砍越低 東四產新聞 終於瑞麟浩宇台北報導 不只防疫保單搶不到 現在電動車也是一台難求 甚至在國外就有民眾說 車子實在是太難等 乾脆自己買零件回來 修一修 組一組 聽起來很像在開玩笑 可是在台灣有沒有可能真的成真呢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是非常厲害的 汽車零件大國 尤其現在又有一個新的 兆元產業正在悄悄誕生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這電子科技業 很厲害 打進蘋果供應鏈 可是現在大家要瞄準的 恐怕是新的電動車商機 因為以做一台電動車來說 這個價值大概是4到5萬塊美元左右 但是對比你做一支手機 這價值是差了超過100倍以上 可是台灣的競爭優勢到底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台灣有非常厲害的 這黃金供應鏈 如果以一台電動車來說 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在電動車的心臟電池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要蓋一座電池工廠 動輒是數百億美金起跳 尤其前面也有很多位老大哥 像是中國大陸的寧德時代 或者是日本松下等等的 所以台灣要搶的不是做電池 而是供應這一些工廠的關鍵材料 像是康普 美琪馬 就都是非常重要的供應商 而另外講到這電動車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在這自駕 或者是自動輔助的系統 未來一台車可能前後左右 會有高達數十顆的鏡頭在上面 所以鏡頭場也非常重要 台灣也有很多厲害的鏡頭大廠 那就更不用說是這汽車半導體 我們有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是世界第一 至於這汽車零組件的部分 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很多國外的整車廠 仰賴的都是從台灣出口過去的 關鍵汽車零件 尤其我們看到這數字會說話 從過去十年來看 不管是整車或者是零組件的部分 其實台灣的產值都有超過2000億以上 不過在這近幾年 誇張的是這車用電子直線成長 十年來數字就暴增了1.5倍 而今天也是台灣的這車用電子展的 第一天盛大開展 當中又有哪一些新的科技呢 一起來看 輕輕一轉喚醒沉睡中的機車 想要降低騎車事故率 現在有解方 機車的屁股上裝上像這樣的感測機之後 感應範圍能達到7到15公尺 只要後方有車輛在3秒內 有機會靠近你前方的警示燈就會響起 我們目前銷售就已經 大概有2K的數量以上 也跟了前三大的車廠 盡可能接觸去談 560家大廠齊聚 七機車零配件 即車用電子展大受肌肉 像是車電廠一粒電 最新產品虛擬抬頭顯示器也曝光 未來還會有這種裸眼式3D抬頭顯示器 行車時不管是導航或是警示等訊息 不只抬頭就能看到 3D立體的效果也能讓你看得更遠 更加貼合路況 有一些限制 那這些限制透過3D的ARHUD 我們可以解決空間的一個條件 其實歐美跟其他的車廠都很有興趣 那我們目前都有一些專案在洽談中 精密沖壓廠合情也展出精密零件 不只美系電動車大廠訂單 今年上半年表現 優於預期 還爭取到了日系韓系品牌門鎖 和座椅平台間訂單 士林電機大售電動車動力系統相關產品 各式充電樁 兩側設備商顧偉則亮出結合AR VR的電動車測試軟體 全球的汽車的產量減少 也擋不了這個整個電動車 大幅成長的一個趨勢 工業內的事情 我想台灣的最強的 也是我們內線 應該是可以克服 2021年全球車用電子市場有3600億美元 台灣約達3000億台幣產值 2025年估渴達到6000億 台廠大受實力 續拼搶下更多市占率 東森 財經新聞 柯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金保董事長許勝雄被指控 違法讓公司賣出了群創的持股 造成巨大的虧損 最新的曝光是公司內部的文件 可是金保就回應有心人士不要抹黑 架好麥克風就等主角現身 一週前我們就和金保前總經理沈士榮 約好獨家專訪 怎料卻因為疑似有特定人士 刻意要監視沈士榮而變掛 更凸顯金保經營權大陣 山羽欲來 處分群創持股到底有沒有違法 最新就連董事會議事錄內容 都大曝光 記錄中清楚寫到 金保董事長在2021年3月23號 合可金保和子公司集保 分別把持股1.6萬張 和育4000張的群創給賣掉 而且賣股後的時收款高達4.3億 讓沈士榮質疑 這交易金額明明就超過了3億 該提的是討論案而非報告案 不過金保維持先前回應 強調一切都是照內部程序依法辦理 呼籲有心人士不要再抹黑 許慎雄也說 口水廣告不能把公司治理做好 那政府的企業 不要靠我們所有人的努力 沈士榮來勢洶 針對6月27號登場的股東會 已經率先亮出完整實習 要參與改選的董事名單 甚至不惜砸重金 請來曾經幫助張營台本公司派 贏得經營權戰爭 可說是屢戰屢勝的王牌律師 梁懷信來助政 就是為了要重返金保做主準備 帳面上目前沈士榮家族 岳莫持有7%到8%左右的持股 畢竟15%到16%以上 幾乎是沈士榮的兩倍 黨政的地位或是外界的資源 比沈士榮多太多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毫無疑問 佔優勢的一定是許慎雄這一邊 昔日的岳父和女婿鬧翻 目前許慎雄多以防守為主 究竟步步進攻的沈士榮 能否順利拿下金保經營權 各界等著看 東森財經新聞 扣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新聞 下午最終回明 廣告 詞曲曲 史和尼 skept拍攝